帶您掌握今天又新增了武力的境外移入 帶您關心 因為公司的要求 所以在31號自備裁檢 那在今天確診 目前已經掌握個案的接觸者16人 那其中一人就是跟他一起入境的同事 10月31號裁檢結果是陰性 一起列居家隔離 那其15人就是列自主健康管理 另外案561是印尼籍的30多歲的女性 在10月18號來臺工作 也是沒有症狀 那31號檢疫期滿前採檢 那今天確診 那因為是沒有症狀 也沒有跟其他人接觸 所以沒有匡列接觸者 另外案562是印尼籍30多歲的女性 那是在10月10日來臺工作 入境也是沒有症狀 那到10月23日期滿前 檢疫期滿前採檢結果是陰性 不過25號檢疫期滿後 仲介有安排到宿舍再繼續進行自主健康管理 那僱主要求在10月30日到醫院自費採檢 那在今日確診 那已經掌握個案的接觸者共36人 那其中 這個33人是同車接觸者 一人是仲介都列為自主健康管理 另外兩人是宿舍接觸者 就會列為居家隔離 另外案563是印尼籍的20多歲的男性 那是昨天公布案558 就是同行入境的移工 那登機前三天 登機前三天的驗出來的也都是陰性 在10月14號入境後 檢疫期滿前 今天也都沒有症狀 那他們期滿後 他自費採檢也是陰性 但是因為個案跟另外一名同行的移工 他們入境前有一個月都 這三名移工都是在一起的 那所以也跟案558跟這一位還有另外一名 他們三位在入境前一個月都密切接觸 所以也都住在一起 所以這個個案跟另外一名的同行入境的移工 都列為居家隔離 那兩個人都是在10月30號出現咳嗽喉嚨痛的 所以就住到醫院隔離採檢 那案563就檢出陽性確診 但另外一名的同行入境的移工 那兩次採檢都是陰性 那另外他們的仲介檢驗結果也是陰性 再來是案564是這個菲律賓籍20多歲的女性 她是在10月19日來臺工作 那登機前三天的檢驗是陰性 那入境也是沒有症狀 那11月1號進行檢疫期滿前採檢 在今天確診 目前已經掌握個案的接觸者8人 那他們也都是列為這個住家管理的對象 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們總共國內有563例的確診 那大家沒什麼問題 好請 政府想確認一下這個案563就是昨天公布558的另外兩名同行的那個其中一名 那另外一名也另外一名應該採檢兩次都陰性了就排除了 那案558有請委員局再去了解 目前調查是這樣就是初步調查結果是說 因為案558在10月14號晚上9點左右抵臺了 所以他們到防疫旅館入住之後 因為在房間有開空調 所以那吹了一陣子之後有覺得有流鼻水 所以他就自行服藥那第二天就沒有症狀 所以就沒有特別說明 那所以這個部分委員局會在正式行警個案來陳述這個意見 然後再做醫把處理 好請 補助請問所以今天這五例全部都是外籍移工對不對 對對對 那現在目前外籍移工來台無症狀 然後自費採檢為陽性的累積個案有多少例呢 外籍移工 印... 印度籍他應該是來工作啦 不一定是移工 因為我們移工大概是只有限於比較局限於四個國家 就是菲律賓、印尼、泰國、越南 那目前知道的確診人數就是印尼有11位 菲律賓有20位 就是移工的部分 好沒有問題 好請 重複想要請教一下 就我們現在國內的疫情相對於國外是相對比較穩定 那交通部幫工局有在評估說 這個邊境解封之後 在國際旅遊的部分 會針對港澳、越南、紐西蘭、日韓等國家先行佈局 所以想問一下說 我們目前那個旅遊泡泡的部分 有沒有什麼樣的規劃 那有沒有哪些國家可能已經在 評估或者是討論或者是有在接洽當中 謝謝 旅遊泡泡的部分 先前有跟各位報告 先前就是有 談得比較仔細的就是帛琉 不過帛琉就是暫緩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 就是可能要一些其他外面的 就是外交部這邊有收到有沒有類似這樣的一個個案 那觀光局的部分應該是他們先提出規劃 那我們目前應該是說 在國際的這個疫情還在非常嚴重的部分 那如果我們要找的話 也可能要找狀況跟我們比較相似的 那在這個部分 就就是在國內比較 要國內幾乎都沒有疫情的國家 這個方面來找 那目前都還沒有說 有進一步的一個談判的部分 對 好 請 聯合報提問 想請教一下 就是我目前移工的 中南亞國家路徑 是不是 就是菲律賓目前還是全數集中檢疫 那考量到近期的 境外移入的狀況 我們有沒有可能會做一些更動 比如說 針對印尼移工的部分 也要求要集中檢疫 並且我們主動予以採檢 謝謝 目前我們針對移工的政策大概是這樣 第一個就是 只要他是社福類的移工 那我們就一定是集中檢疫 第二個就是 菲律賓目前不管他是 是不是移工的身份 只要有入境也都是集中檢疫 所以菲律賓的移工也在裡面 那還有就是 因為印尼目前的疫情也比較嚴重 所以我們也有針對印尼的 只要是移工的話 會盡量都都住到集中檢疫所 目前大概規劃是這個樣子 那泰國越南目前都還沒有移工 有檢驗出來陽性 對 好請 想問一下就是中央有提升這個 疫苗的緊急授權門檻 那也讓疫苗廠增加第二期的難度 但是因為台灣其實確診的個案比較少 那中央這邊是不是會協助跟其他國家合作 目前應該說 食藥署都有持續在福島 目前在國內有這個已經進行到臨床試驗的這三個疫苗廠 那 目前大概是有到二期 二期的部分 那三期的部分當然就是說 因為國內沒有個案 那有關這塊就是可能有相關的需求的部分 那可能也可以提出來 那就是 指揮中心跟食藥署這邊看如何協助 對 事情 想請問尾牙的部分 因為現在有那個科技廠 有一家公司已經決定不辦尾牙 就怕就是群聚感染 那指揮中心對於年底尾牙 就是人群比較多的部分 有做什麼樣規劃或建議嗎 目前我們大概就是會針對 大概有一些 比如說我們大概11月中 會有一個秋冬專案的一個 一個規劃出來 那那個這個部分 當然會針對國內 是不是比如說 有開始出現 未明原因的這個 本土病例的話 那會 會有什麼樣的一個 規劃 那這個部分因為還在 還在簽合當中 所以如果說 一直都沒有任何的本土的疫情 那當然 就 辦尾牙或是 這些活動的話 可能受限就不會太大 不過就是要看這個 有沒有本土疫情 我想是比較大的一個指標 對 後面 不好意思想問一下 美國研究這個新冠肺炎的疫情 有一個新的突破 五天就可以讓那個患者康復出院 那目前已經進入第二期的人體臨床試驗了 那個是什麼東西 你說那個是什麼藥還是什麼東西 就是疫苗 疫苗 對 然後就是針對這個部分 台灣有沒有得知相關的消息 或是得知相關的消息 好久可以說 疫苗應該不會有這樣的效果 你講的應該不是這個吧 應該是所謂的 Moral Antibody 還是什麼之類的 我不清楚 再了解 對 這個不是疫苗 對 請說 請教一下 針對剛剛所提到的秋冬專案 我們是規劃有哪些重點的部分 那針對哪一些重點的指標 包括我們剛剛講本土個案 或者是還有哪一些其他國內外疫情的指標 來規劃相關的內容 這樣能不能先透露一些方向 謝謝 我們這個應該是說 我們在指揮中心都還沒有做過討論 這個目前還 可能看禮拜三部長 應該不要說一些 我目前沒有辦法 我大概只能講剛剛的部分 對 好 事情 那個中部想要請問一下 剛剛有特別說那個 印尼11名 那個20名 那個是指什麼 是指移工的確診 從今年的 那剛剛特別有問就是 我們已經有發生過好多期 就是在當地陰性 然後進來檢驗陰性 他自費採檢才陽性的 這個我們有做統計嗎 那為什麼 採了這麼多次 他自費採檢那一次才陽性 那這個都是核酸檢驗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結果上差異 能不能有解釋 有關印 我目前剛好有做統計 就是印尼剛講 就是確診人數 印尼公確人數11位 那確診個案入境 持有陰性報告有5位 另外菲律賓 確診人數 移工確診人數有20位 那確診個案入境 持有陰性報告有4位 那 這個很像就是說 就是當我們這個個案可能感染一陣子 那他在又在居家檢疫 待了14天或13天 就是期滿前或期滿後採檢 可能13天或15天 所以等於是說 他的感染有比較久的時間 所以他的本來就比較容易在 就是所謂的陰陰陽陽狀 就是說他可能比較不容易傳染 但是在這個呼吸道的這個減體 呼吸道裡面 還是可能有殘留這個病毒的一些 RNA的這些 殘留物還是濕體之類的 所以有時候是驗不出來 那通常就是要多驗幾次才驗得出來 這個一直都是這樣子 延續剛剛的問題 復座您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沒有出現所謂的本土病例 或者是不明原因的話 那大型企業如果要辦尾牙的餐序 這是沒有人數上的限制嗎 這是我們目前的規劃 但是因為還沒有定案 目前還沒有定案 我只能說 目前是這個樣子 對 但是有可能討論之後 會不會有改變 不一定 好請 不好意思 剛剛提到那個 印尼確診跟菲律賓確診裡面 入境有陰性報告的有一些 那請教一下 就是為什麼他們並不是每個都持有陰性報告來入境 這樣子 那剛剛也是延續前面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有沒有統計入境陰性 然後陰性報告入境陰性 結果自費才減陽性大概四幾例這樣 謝謝 應該是說 我們目前還沒有辦法統計菲律賓的這個 不過菲律賓是比較沒有關係 因為他們進來都是要做集中檢疫 那有的話就是大概是針對印尼 泰國越南的這部分 印尼他 目前如果入境的理由是工作的話 那 他的這個 陽性 他的那個有帶有 陸進前三天的陰性報告有 七十七%左右 對 那泰國越南就比較少了一點 通常說他們自己自己提供的 不是我們要求的 移工的部分 移工部分目前是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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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 都大部分都是他們自己提出來的 對 就是說最近只要他們 最近進來的印尼的 印尼的移工 都會進到集中檢疫所 對 因為 對 對啊 因為各案比較 各案確診病例比較多一點 事情 請教一下疫苗問題 目前這三家的話 國內這三家的話 進度如何 有沒有預計說哪家比較快 那像高端就說 要宣布跟越南合作 是 其他家也都有在跟 你說所謂的進度是什麼意思 就是他們完成 通通都進到二期了嗎 還是 都還在一起 對 所以都還沒有到二期 好 您聽到的是今天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針對 新冠肺炎召開的G9會 在今天又有五例的 境外移入的最新個案 我們收到最新消息 稍後有來自現場的最新 我們會持續帶您來關注